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有看新闻或走出街都知道疫情是属无前例的情况 有失控的感觉 很多东西都停摆 其中一件事我们的客户或观众都在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我们要订机票 要去安排这些移民的实际计划 实际行动 还有现在也是2月中 在英国来说它应该是Spring Term 他们下一个学期应该就开始了 整个问题如何在现在的状态去做部署呢 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现在订机票 怎办呢 你有宠物 我想会暈倒 宠物就很踢脚的 因为现在呢 其实呢 说真的那句呢 很多航班都停了 变成你的选择越来越低 你说人呢 我觉得还好些 虽然说你现在 郭泰就没有了 英国它就已经停了 停到起码三月了 三月后也不知道 不过我估计它三月后有机会 香港政府也计计就会停它 如果还是这么失控的话 是吧 但是又不用很担心 你可以挖其他国家过去 是的 今天去看了 你不一定要直飞伦敦 是的 很多时候都会经过杜拜 就是坐阿联邮的机器 就是中东过去 不一定是阿联邮的 或者欧洲其他城市 比如说 比较多人的就是 荷兰法国 或者是芬兰这些 然后再飞回去 但是那个机票钱 是不是相认都提高很多 其实呢 如果呢 刚刚是这一二月就真的高的 但是三四月开始又回落一点 那么回落的原因就是 因为它现在暂时都其实没有机票 但是我们的感觉就是说 刚刚有些朋友跟我 我们帮他安排订的那些 比如订四月五月 那机票都不是十分贵而已 就是五六千元就可以了 就是单程 这么便? 是的五六千元 单程 单程 不是啊 如果一二月份的时候 去到九千元 一万的 唉 你不知道当时听过 在国内炒到 你都不相信 是的 当然现在是紧 紧什么呢 是回来都紧的 回来因为它找不到机票 现在就不用说了 如果你想到某些网站那里 看的话 大概两三万元的机票 但是现在去呢 反而就没那么紧的 就是因为 因为其实它 去的基督 是的 是的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 但是我想搞清楚 它不是多 它现在是没什么下的 没有什么下的 现在是不是在有几个 就是我们一直在推介 几个地方 几个国家的航班 是来不到香港的 是啊 是啊 都来不到 你说英国一定来不到 嗯 那么 英澳 不是 英加 英美加 是的 都来不到 都停了它 嗯 那么当然 你去呢 其实就没问题的 你就挥在其他城市过去 嗯 但是回来就踢脚了 那单程呢 没有理他呢 回来就很踢脚了 是 我有一个客户 他真的很惨 他是取消了它十几次 就是其实 不是 就是他说 喂我走 我什么时候都可以走的了 你就 好了 定了一日子 由十二月份开始 接着又不行 一月 一月又不行 一月头 一月尾 一月中都不行 二月头 二月中 现在又定了二月中 二月中 不知道又行不行 但是那个情况就是 他们比如搞一些手组 要回来去处理在香港的事情 第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他从英国回来 就很麻烦的 英国如果你譬如说 我英国 我就经历荷兰或者法国回来 香港政府不是这样的 香港政府说 如果你是在英国出发 然后在欧洲 他不知道中转站在哪里 是的 转发点在哪里 他不是说完全不让你回来 他意思是说 譬如说你在法国转机 OK 法国不行 法国都不行 譬如说在荷兰转机 荷兰转机 他就应该你在荷兰停留十四天 是 之后才可以让你回来 回来还要隔离 就是要隔离 继续是十四加七 是吧 如果有人说 我飞泰国 飞新加坡 那又怎样呢 是一样的道理 那他就要你在新加坡隔离了先 是 那当然新加坡 给不给你这样进去的话 那我们又要看新加坡的政策了 所以其实来说 那我们不要说回来 其实去呢 去呢 现在大家就 不是太多选择 但是问题呢 去的人 这三月份是少的 不知道为什么 三月份是少的 但是我想 我估计五六月份 会转到高峰了 那那个部署现在是怎样的 譬如举个例子 譬如说 我现在又在搞手作 嗯 那又不知道行不行 但是我应不应该 这个时候应该 订定了机票呢 嗯 在我 我觉得立场来说 就是你订了才会好些 订了才会好些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 你不知道何时 你不知道何时 就是 多的嘛 那些人开始多的嘛 嗯 那他 他现在的航班来说 一定是 飞一天 就停一两天 那些 甚至乎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溶断 就是假设你的航班 是啊 最重要的是 你说可以的时候 突然间他停了 是啊 他有五个 譬如带菌 给他验到你那班机 那他就要停你的那班机 那班机就要停十四天 嗯 那你譬如你买了机票 不是航空公司想停你 他不是不飞 而是说 香港政府不让他飞 嗯 所以变相来说 就是 你就是 有时候会这样 但是你买了机票 你说你买了那样 怎么办 但是起码你买了的话 他都会先優先处理你 嗯 所以其实现在的情况 我想这样是预算的 第一 你假设五加一这些 其实你预算 一个月左右 你已经可以拿好正走 假设来说 你现在开始假设的人 你预计 你买好四月份的机票 是吧 我们刚刚应该有个案子 是一对夫妇 无儿无女 是的 他们搞了大概三个星期左右 三个星期左右 但是这个你不要当是一个 你也是这样 但是我们有处理过 很多都是这样 可以去到这样 可以去到这么快 是的 所以基本上来说 如果有小孩 如果有小孩 我想现在很多家长 可能是这样看的 如果他有小朋友 如果不是读 不准备读大学那些 我想他都会等到过去 暑假才过去的 是的 我收到的信息就是这样 因为 其实都有很多事情处理的 所以变相来说 如果你七八月过去的那些 就会更加有贵的 我想现在可能大家要计划 比较长期 就是长期一点 还有多一些 给自己多一些选择 因为你不知道 现在这种状态 要维持多久 比如举个例子 你自己以你的经验 你猜现在这种 譬如说 这些行机来不了 你猜会维持多久 我想去到四月 四月 起码去到四月 如果现在 没有什么变化的情况下 就四月都不行了 我估计四月的话 就是慢慢 这个环境开始 就是 确诊人数这样计算 这个是一个指标 慢慢慢慢少的情况下 到四月 可能会 可以去回 第五波之前这样的情况 就是正常一点 正常一点 如果不是你说 去到二月尾 你都是 都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我想 现在还有十多天 十多天 十多天 二十五天 我想 四月都不行 比如说 我从旅游的角度 如果从旅游角度去看的话 起码是六月 我听到都还低 是的 现在身边 其实 旅行社会不会收拾不收拾 其实要收拾那些 其实正在收拾 只不过大家 报纸看不到而已 是的 最近我都很出名的那间 我都 是的 就是说上市 等等 这么大间 他都说要收拾的 这些大间 你才知道 其实小间收拾的很多 所以其实 我们预计六月份 这个行 就是做这些行的朋友 都已经是放弃的 对他 那些我们不用说了 放弃了 放弃了 其实在外国做旅游 其实在外国做旅游 也真的有做的 我们再说葡萄牙 我现在再说葡萄牙 是的 刚才我提到一个问题很重要的 现在很多人都要養宠物 嗯 去到现在这个处境 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呢 我只是这样看的 如果你真的 手上是 鬆动的话 那些宠物呢 你又情愿坐那些包机 即是那些 即是那些 大家一起 即不是我们现在正常的航班 是那些小飞机仔 有这些吗 有有有 它们叫做私人包机 嗯 私人包机 那我在哪里找到这些渠道 其实 嗯 网上很多 网上很多 这个其实 当然 这种其实是比较好的 他就不受他那个 因为为什么 碱影影响 是的 因为他不存在 他可能三个月才飞一次 一个月才飞一次 总之他订出来的日子 就一定是飞的了 就不会受那些碱影影响 嗯 所以呢 我觉得除了这种 如果不是的话 你说我坐那些客机 即是跟他一起 跟他一起 就很难了 就很难了 是很难了 因为有时候你的人走得 他的宠物又不能走 是吧 那你遇到那个宠物走得的时候 你的人又不能走 那你说 坐那些包机的好处就是这样 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这样 你一旦提早把宠物寄过去 那有人帮你接 帮你接他 嗯 即是接机 嗯 那要不呢 那要不呢 你就在香港找人照着他 譬如你迟过你走 嗯 你早过去才 即是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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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立场才会搞人祸 是的 所以宠物最后有位才会让他去做 所以 所以 变相来说 一定是行这种形式 但是我们比如说 宠物我们会不会太笼 即是比如说 你一只狗 一只猫 一只狗 有一只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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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狗 我就告诉你 你真的不要测试了 即是像鸚鸚鸚那样 我自己有养的 即是很多国家 都是禁止你带进去的 不准进去 不准进去 因为它是贫乱绝种 哦 它以为你 即是 他以为你走私 即是 你明白 它应该是拒绝你这种 这样的入境 是宠物 所以我想 你那些猫毛的朋友 譬如说 在养的那些 大陆龟 这么大 我见过那只 整张桌子这么大 整张桌子 那些是常规的 那些 在阳光底下 那些是一级保护动物 那些是一级保护动物 你怎么带到它过去 那些一定带不到 我可以告诉你 因为我自己也查过 如果我要带我的宠物 离开香港的话 对不起你死了 一条心 没可能 不关于检不检疫的事 因为它的法律規定了 你不说我真的不知道 这些贫乱绝种的动物 它是不准你这样做的 根本它是不准你去养 因为你有交易 你就有伤害 大家也知道 没有交易就没有伤害 有交易就有伤害 所以这些欧美国家 是一定不行 猫狗就不同 因为猫狗 它是认定了 它是不存在 这个贫乱绝种的那些 但它是否在那边 它是空间呢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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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些专门做猫狗的移民 其实不是移民的 只是物流 它们帮你申请所有的方法 打齐所有的针 然后去到 通知当地的检疫单位 就凭那张纸过关 另外一个我作为无知人去问 不是 那些有没有保险的 猫狗 猫狗 如果你在运输上的保险是没有的 香港有猫狗的医疗保 但是 你说只从一个叫旅游保 人那样 好像人那样 我旅游不见恨你 或者是航班二五一一倍 这样 因为有些猫狗 其实也很罕狗 很罕狗 很贵 或者它可能当它是另一半 怕它到时 因为旅途上 去到病了 这种是没有的 当然 如果你在香港买的 猫狗的医疗保 如果它是环球那只 在理论上 你就算以英国为例 你过去 你看完医生也好 其实你拿回一张单 回到香港删 都可以 哦 就是刚才你说的 保险这些东西 因为都贵的 总之什么都贵 但我想最重要的是 所有东西都要有规划 事前你都知道 是的 现在反而人 我自己觉得 就不是 就是猫狗 你租屋都难了 现在 因为现在不知道 英国那些 业主 其实 以往都不存在这个问题 有猫狗 是什么问题 他们自己的样子 是的 但是在这段时候 我也不明白 那些业主 一听到有猫狗 它就耍手另头了 嗯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所以其实 所以其实 会不会怕他们带病毒 我想 可能怕他们弄烂他的东西 哦 我想是这样 就是有机会 当然 不是说 完全没有 都是找到地方租的 只不过有时 你变成了 你又会损失 损失低了 有一部分的业主 一听到你有猫狗 那些猫狗 那些 他就不租给你了 甚至乎有一些 就 就实际上是 坐地起价 你有猫狗 那我又要每个月 加到你多少钱 那 那这个也是 经常性的 我一直要提提 因为 根据我去年去的时候 也有一些发言 告诉我 他说其实 去到英国 很多时候 这些 contract 包括你租或者买 是有可能 去到买门 一个脱拖 有的 有的 即是你不要那麽劳定 是啊 有的 他今天说 你答应你去到签的时候 我们 如果你签了 那份合约 是少的 但是你知道 由你看楼 很久 是一段时间 是啊 我们经常都讲 你不要用香港的效率去 总之搞了两个月 是啊 这两个月之后 随时可能出现 是啊 那去到最后 好了 业主说 OK 你又说租 业主又说 好了 看过你的资料 以及看过你的 background 没有问题 随时上来签 好了 这个情况的时候 迷门一脚 他说不容易签 也有的 是啊 所以你不要以为 因为他不像香港 香港大家的业主 都好像很容易见到 是不是 快 所以最后是快 是啊 也有可能他 但问题就是 你不像你一两个月 香港就是说 几天 是啊 当天和你签了 当天和他签了 所以你 他那里不是很啰嗦 啰嗦 可能你又怕他 那些屋子有问题 那你又要稳妥一点 是 你又要保障那些客户 那你又要找人去看 那看完之后 大家还要在那里调 调完之后 调完之后 那填了一大堆的方法 那 那 才说 草耳 不是草耳 即是有一份standard的契约书 他就说 噢 不行了 随时是这样的 随时是这样的 不要说租了 买楼也是 买楼就算你下了一个订金 他那边是这样的 通常来说都会下了几千磅 对方的订金 是吗 是吗 保持在律师那里 到最后要签的时候 他都可以说 我不买给你 不是我不买给你 是的 整件事本身就是 你看到商人文化的分别 是 我们说完可能比较少 最重的一件事 就是三月他在英国那里 他就新落期了 那你建不建议现在 譬如那些小孩 如果他们已经搞定了所有东西 就是现在去找港费 其实我想 其实现在 我自己看不到 就是他现在慢慢 英国开始慢慢开放 一些东西 那我自己觉得 就是既然是 去到现在这一刻 你走得来 你都要四月五月的话 不如就用新学期 九月份开始 你不如七八月才过去 那么起码整个英国 他叫做疫情后 他现在叫做疫情后 他在疫情后 我想现在差不多 全国欧洲都开放 就是不可以继续下去 是的 就是他叫做 经过了这样的Omicron 他觉得他是 已经搞定了 这样过了 那刚刚而已 那也是这两个月而已 所以其实我觉得 如果作为你 都扮好手足的朋友 然后呢 有小孩 你不如九月份 你七八月才过去 就是等他那边的东西 全部都设定好了 因为始终来说 这两个月 他都刚好 所以有些东西 都是很混乱的 我想 争不争过一两个月 是的 争不争过两个月 当然 就是 现在其实你租傲 你租得来 其实都要五六月 就算你说 我有钱买 是的 你都要两三个月成交 是的 我们教授的楼盘 你都要第二季了 是的 其实有些 其实他已经是 建好了 修锁时 都搞了两三个月 其实 不知为什么 英国的东西 那些律师 是很摸过的 回来 回去的文件 又可以摆 不知应该摆 摆二十几天 那有什么问题 他又不告诉你 有什么问题 我们说过很多次 不能摧摧 是的 你越摧摧就越慢 你只是告诉你 总之 还有一个案子 他买二手楼 那些 真的更糟糕 二手楼 有时限制 搞你半年才 试过半年收楼 二手楼 不存在什么 对不对 你买完 比如铰匙 我就拿你 你的楼已经在 你的楼已经在 那为什么会搞这么久 首先 第一个问题 又要调 谈 然后他又要 你要求他 给一些相关的文件 给你 好了 他又要求你 给一些文件 他 然后 最后律师 就看完所有文件 之后 有没有问题 刚才的过程 都要三四个月 我这么说 是 有顺利的话 三四个月 我提醒你 就是心理准备 是的 不过我相信 现在还有一段时间 其实大家 应该都收到这些料 就不会到初头 以香港那种标准去评 不是 很多人都不知道 好 幸好有我们的节目 是的 好 幸好有我们的节目 找到我们的节目 是吗 不是说租个人 因为是现成的 你没理由等久 买二手楼 都要搞半年 我说你预半年 对你不会这么失预算 是的 就是你快了 就会开心 是吗 你预计一两个月 搞定 就是香港一个月 搞定 对吧 就是严格来说 是不用了 如果十几个工作 就完成了交易 是 这个是天方夜谭 来的 你在英国买个二手楼 如果一个月可以完成交易 就是天方夜谭 就是假设业主义都不留难你 说临美不卖给你 或者临美加了你几千磅 就是假设没有这个问题的情况 你都要借的 二手楼 特别是一些什么呢 有时候很多人买二手楼 忘记了一些问题 就是说 如果本身它的建筑物 就是那个二手楼的建筑物 是一个估值 是 是一个估物 这种情况 如果一个房屋 会有这种情况 就会少一点 但是我也要讲讲 如果这些情况 你最好就不要买这些了 因为你到时 可能会有很多问题出现 是 我想 这些这么具体的 这么细节 就直接问移民顾问 对 没错 比我们在立院去回答 是的 我们就不讲得那么多 是 Case by case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上次我们介绍过 譬如在巴明寒 是的 巴明寒 跟着之前有Sherfield 有Nottingham 那些地方的学校网是怎样的 好 其实基本上 现在我告诉你 我听到有好 入学 几乎你如果 不是说要求那间学校是Excellent的话 其实基本上来说 你住那个区 有学校 你就一定能进去的 就是我未听过 是有学校不收 没有的 他没得不收 是的 很厉害 dismantle 问题是�应不需要选择个正区 是的 如果 阿周跟我说 你把这些最高 Você 像开放的 最高的一张 培养你进去 Saya 牛津 grandmother 那些叫您能去计算 那些是您是量的 所以 Long当地自己去计算 那些你需要再量度 但一般来说 新疏和 perm olhar 是否一定要先选择一个美区 其实我们现在介绍的区 全部美的 都是美的 那些学校其实都是不错的 起码都是好的 不会有些三天八角的情况 所以其实我们的发展商 现在他们都是考虑一些问题 他有几个主要考虑的 第一件事就是一定是教育生 就是说那区是否在一个教育网中 是否比较好的学校 是否方便到一些教育 因为它令到叫价高了 是 没错 第二件事就是你在国区 你找什么去做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相反来说 就要靠你自己 没错 你不选择的话 基本上你是 找工作不是难的 没错 我都说了很多次 但如果你选择的话 就是看你从事哪个行业 没错 好了 我们还有时间 我们也要讲讲一些其他选择 葡萄牙方面 其实很多朋友都在考虑 问题第一个就是 葡萄牙现在是否去到 去到 去到 没问题 葡萄牙反而现在多了 今年查询多了 多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是人有钱了 是吧 是的 是的 始终可能有些人 都是对英国的天气 或者物价 都是有一定的 考虑 考虑 对 还有他现在已经脱了欧盟 老实说 对于移民那里的人来说 少了吸引力 对不对 如果是欧盟成员的话 你拿着他的护照 对 他的优势大很多 所以葡萄牙 现在我考虑去到葡萄牙的人 一个就是 他的生活指数低 人质较低 第二来说 他是欧盟成员国 他拿着欧盟的身份 我想这两点是他最重要的考虑 但是葡萄牙 我们讲得很空泛 但是比如楼盘 现在掌握到的资料 我们可以提供到哪几个城市 或者哪些地方 其实他就不存在 和一般的 我们一般来说 现在都是在 有一个盘 在理事盘 那就不是住宅盘 因为我都讲过 因为去年都讲过 住宅盘 现在培罗牙政府 已经不接受你作为 移民的投资选项 第一 除非你那个 第一 除非你那个 银马要你带 第二 就是 一些偏域的城市 他才接受 其实就是 找自己的费 你便是 买贵东西 所以现在 我们就 介绍他通常来说 做一种 就是走占投资形式 就是投资内的走占度 这个我们也讲过 是的 投资度 五年之后 或者六年之后 你拿到身份 他给你买回 就是回购你的股权 这样来说 是最稳定的 因为老实讲 有多少 你在葡萄牙 生活指数这么低的情况 住食什么都低的话 可想而知 你买一层楼 不会升值 升得很厉害 是 是 你明白的 是吧 所以你买一层楼 你自己住 的话 其实你想赚钱 就很难了 一般都是 要亏少少 这些这样的走占项目 都不合适 第一 你不会输了 差价 第二 你去到那边 你见到又便宜又漂亮的屋 想租的话 即是你很担心 你自己买一层楼 鬼那么远 是不是 又贵 但你在市中心里 哇 即是 又开始了一层漂亮的房子 这样 这些我们都是建议你 总之你落到去 葡萄牙就一定是这样的 葡萄牙就一定是这样的 葡萄牙 因为他 你记住 他生活指数低 你去到的时候 你的钱见识 你一定是他的资产 一定是 不是很保值 相对的 因为他的价格比较稳定 对 对 对 但从英国不同 英国的资产股市场上升 不断升值 对 但是 葡萄牙就 不存在 即是低一点 对 低一点 好了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去移民的时候 部署比较周长一点 最重要的是保持身体健康 真的要 祝大家身体健康 好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